我不能停止我的游戏 但是我想要糖果 但是我的手不够用 我知道 风扇 衣架 勺子 我的糖果传送带很好用 现在我只需要等待风扇转向我的方向 好吃 要用 我需要洗澡 再一次 我有一个生活窍门 用搓澡精做成的淋浴尖 我只需要扭来扭去 泡沫派对 宝贝 你可以扫地吗 妈妈 当我可以用机器人吸尘时 为什么要扫地呢 完美的懒人生活窍门 哇哦 哥哥 你真聪明 如果拿走电池 然后把它藏起来呢 我的吸尘器机器人 谁对你做这个 嗨 大家好 你看到我妹妹把电池藏在哪里了吗 在评论中 告诉我吧 我厌倦了走路 嘿 脚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现在生你的气 我要用手走路 它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这个生活窍门会让你的世界翻过来 我想要这样的身体 如果我锻炼 我很快就会长出肌肉 我的第一次锻炼 哎呀 这太难了 我知道一个简单的生活窍门 胶带是我的私人教练 看看我的公儿头鸡 我是最棒的 有些人的头发太密了 不好输 停 妈妈 我要秃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窍门 别动 好了 妈妈 好了 亲爱的 好看又顺滑 你今天想要什么风格 卷发 拨拨头 歌剧演唱家 收场歌手 我们这个留给你的妹妹 光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 全新的世界 派对邀请 好的 我会去的 哦不 我得化妆 但是我太懒了 我知道一个生活窍门 我会在镜子上放上保鲜膜 在上面化妆 然后试试 怎么样 我的眼睛在我的脸颊上 但是我看起来很美 大夫 照顾好你的小弟弟 我要出去 妈妈 我们玩吧 大哥 为什么你从来不想和我一起玩 我们玩监狱吧 什么 大夫 你好 警察 我的客厅里有一个少年犯 你打电话给警察了吗 我是他弟弟 我不想坐牢 跟法官说吧 很好 我自由了 然后灰姑娘变成了僵尸 从此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等我美妙的故事啊 嘿 女士 我已经完事了 这什么味道 哦不 是猫屎盒 我得再打扫一遍 可是我太懒了 我有个点子 在吸尘器和垃圾箱之间 沾上牛牛馆 开始吸尘 把礼物吸走 你的裤子洗了 缩水了吗 啊 愚蠢的扣子 我扣不上 胶带 耶 这正是我需要的 胶带把一切都弄平了 现在裤子可以合上了 要用 好大的垃圾袋 我懒得拿出来 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点个披萨 这你的披萨 留着零钱 你可以帮我把垃圾袋走吗 我会多付钱 谢谢 这个视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加载 轮子可以旋转得更快吗 请加载 行 你自找的 吃吧 没急 好孩子 转动这个轮子 视频马上就加载好了 谢谢 WiFi仓鼠 你的食物 你的食物是不是太热了 吹吧 不 我累了 空腹吹气 好累 看我有一个小帮手 这个风扇可以让它变凉 它肯定会起作用的 祝你好 胃口 懒得在YouTube上搜索吗 太多字母了 嘿 妹妹 让我给你展示一个生活窍门 只需输入前几个字母 然后从列表中选择频道 这是嗚呼 我们最喜欢的频道 看 有新视频 订阅 点赞 点击铃铛 我爱 嗚呼 衣服要弄脏了吗 你能做什么 也许洗一下 没门 把它反过来 漂亮 干净 哦不 我不想打小 为什么我必须这样做 哦 我有个点子 双面胶总是有用 完成了 所有的垃圾都在这里 我关掉水壶了吗 关了 我会拍张照片 免得忘记 我再也不会因为 关掉电器而紧张了 我只需带着它们 很棒的生活俏门 做个甜甜的梦 米歇尔 我讨厌醒来 太早了 不行 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不睡觉 打开音乐 喝杯咖啡 我要熬夜 这个生活俏门 让我在凌晨三点前 就睡着了 甚至没有用胶带 粘住它的眼皮帮忙 太懒了 不想撒牙吗 试试这个生活俏门 两把牙刷的工作速度 是原来的两倍 这个生活俏门 是非常好用的 不 我需要重新套上被套 我讨厌这样做 来吧 毯子进去 它不进去 行 我自己进去 温暖 舒适 简单 我干净的杯子没有了 我应该洗一个吗 不 只剩下一个干净的杯子了 还有 纸杯子 你可以在杯子里放上纸杯喝咖啡 这可以保持真正的杯子干净 换掉纸杯就好了 我会写剩下的明年 大夫 该学习了 你必须读完这一整章 我不想学习 等等 我刚刚想说一个永远不再做家庭作业的方法 不要扰乱课堂 进发老师 这个武士给你的 你儿子被开除了 永远 离开再也不要回来了 大夫的窍门没用 他还是得接受家庭教育 这更糟 你喜欢我们偷懒的生活窍门吗 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并告诉我们 哪个搞笑的生活窍门是你的最爱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并点击链灯 不要错过 乌乌上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